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收容者看到了SCP-096 他也会毫无留情的和其他收容者决斗 然而结局往往是他自己被其他怪物打趴下 比如SCP-096攻击SCP-682 最后的结果是被聂西直接当早餐吃了 当然SCP-096是可以无限复活的 所以他会被聂西按住无限的吃 遇到SCP-049也被一一给打趴下 遇到SCP-173会被大花生扭脖子 好在被欺负了这么多遍 自己总是能复活的 这个谁瞅他就弄死谁的SCP-096 如果自己瞅自己 结果会弄死自己吗 对SCP-096照镜子 那么他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挠碎镜子 知道镜子的残渣 再也无法倒映出他的样子 第二种情况是自己挠死自己 因为他自己看到了自己 当然即便如此 他还是能复活的 不过这个推测有点搞笑 当然作为一个拥有重生能力的怪物 龙哥觉得除非把SCP-096的肢体 炸得粉碎 否则还是很难消灭他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